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師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歡迎光臨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了,今節我們來講講澳洲的事情 想不到澳洲的報紙這兩天 跟韓國人一樣 很害怕沒有一件事 亦很擔心中國這個政策會繼續 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現在暫停地出口尿素 噢,糟糕 尿素真的很重要 繼南韓之後 澳洲亦面臨尿素短缺 車用的尿素就是令到柴油車排放的尾氣 可以達到環保標準的必要原料 缺少車用尿素液體 即是DEF 通常的雙邊名就是 Apple 會令到一些老舊的柴油車 沒有辦法上路 亦會引起澳洲 不單止澳洲 全世界的貨運 以及農作物收割 還有發電等等 澳洲 比南韓更加 需要用大卡車 和柴油車 因為澳洲 是地方大 沒錯 地廣人氣 澳洲很多卡車 大貨車上都寫著 如果 如果這個 If Chucky Stop Australian Stops 即是 Chucky 即是駕駛大貨車 整個澳洲停頓 沒錯 其實 因為幾乎所有商品都是通過公路 去運輸澳洲 我們的輛貨車 很長 運牛、運羊 這些都是有的 所以 現在運輸業警告 一場巨大的危機 可能令到 整個澳洲 會拋錨 即是整個澳洲運動不了 用於去除柴油 卡車尾氣的 尿素 是很重要的化學用品 沒有了它 布卡車是動不了的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我們看看 澳洲國家 道路運輸協會 NRTA的主席 就叫做Wallon Clark 克拉克先生說 大多數的現代 柴油車當中 必須要添加 車用尿素液體 很多這些溶液 或者是製造它們的 化學物品 都是全部由中國進口的 都來自 中國的 如果來自中國的 車用尿素或者原料 的供應是沒有了的話 澳洲就會很嚴重 雙過月的時候 南韓就是同樣的 警方 就是陷入了車用尿素的短缺 雙過月中說 澳洲會送尿素給他 怎知道 自己都搞不定 沒錯 自己就不行了 想不到 當然 中國關係不好 你說會不會幫你 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不樂觀 樂觀 真的不樂觀 另外我們看到 南韓缺尿素 重要 在整個國家 總統 成立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現在 二手交易網站上 每公升尿素的價格 在 一個月中 說回南韓 澳洲的未知 從1000韓 韓環 大約 人民幣 5.4銀錢 已經升到2000韓 即是兩倍 部分網站 甚至出現了 10000韓的標價 嘩 沒錯 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 之前也說 要派出特使向中國 尋求幫助 當然 最後中國是有幫韓國的 噢 因為大家的關係都不錯 關係還算可以 以及這個文在寅政府 對中國比較友善 我們看看 這個韓聯社的數據顯示 今年前九個月 南韓 生產 車用尿素的主要原料 其實就是工業尿素 有98% 是來源於中國 但是隨著 前一段時間 中國的煤炭 供應鏈 一度緊張 包括尿素在內的 煤化工產品 受到限制 尿素出口 事實上 已經暫停了 所以這個政策 也影響到澳洲 現在我們看到 南韓外交官就說 已經跟中方簽署了 一個 1.8萬噸尿素的合同 上個月底 已經有3000噸的尿素 緊急從中國 運往南韓 因為關係好一點 澳洲 澳洲大麻煩 澳洲亦說 尿素的主要成份 同樣是 生產化肥的重要原料 亦知道 連中國國內的化肥價格 向上提到很厲害 很大程度上 亦是因為尿素 因為 中國暫時要控制化肥價格 所以他們不想出口尿素 不單止澳洲受到影響 全世界亦面臨 尿素短缺的 問題 所以不要說脫鉤 老蕭又說脫鉤 就是這麼少事情都解決不了 你可以說 將來解決了就脫鉤 解決了才算 慢慢解決 你不可以把短期的問題 經常說將來 這個不現實 你不可以跟以前公民黨那群磨碌的說 我們不能派錢 要看20年之後 你現在派錢要磨死 那些人 其實澳洲 自己有難 沒有尋找新的尿素工藝 所以 現在尿素的危機 迫在眉睫 整個國家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問題 澳洲 卡車運輸 協會 ATA的發言人 就對澳洲的 回體講話 情況在聖誕之前會惡化 最嚴重的是明年二三月 估計到時 庫存將會好盡 不同地區的人可能 在不同的 時候感受到尿素的 短缺 有些地方可能下星期就買不到 有些地方可能是明年二月 但是二月之後 可否保證供貨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到時是短缺的話 又解決不了 那就大問題了 超市一定會貨架 空空如壓 亦有些地方沒有辦法發電 因為有些地方 是要靠運煤 你帶卡車才能運煤 當然 有些是用了火車運輸 但是你分裝下去始終要靠卡車 火車不可以直接到電站 農業更加麻煩 你知道拖拉機多數都是用 都是用柴油 發動機 收割機沒辦法收割 即使連醫院的設備都可能沒辦法用 因為沒有電 另外 我們看到 這個協會的主席 David Smith 史密夫先生也說 我們真的十分擔任 從來未試過有這種恐懼 一是沒有 尿素這個溶液 令到卡車開不了 第二就是怕尿素的價格 升到一個離譜的地步 上個星期 尿素每公升 是升了 五分前 不過今個星期 又升了十分前 即是我們說的10cent 亦直接反映了尿素不斷短缺 副總理 就說會解決問題 Bernaby Joyce 曾經有個感情缺失的位子 就說政府會採取行動 尋找更多的供應商和其他國家的盡候 副總理辦公室就說政府已經意識到這種擔憂 正在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這樣說 那麽 他 亦都說 澳洲政府 將精力集中於從歐洲市場盡口電數 貴很多 貴很多 加價 是這樣的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我日比較現實 我日比較現實 即是跟英國的電商一樣 你不給我加價我就倒閉 就是這樣 電商 應該是電源供應商 你以為是阿里叉叉的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是真的發電那些 是真的供應電力那些 另外 副總理 喬伊斯 會繼續鼓勵 營運商 正常營業 沒有營業 你怎麼鼓勵 都沒有營運 就是愛的發電 那你用愛的發電 你用愛的發電 去製造尿素 其實尿素和新型的柴油發動機的管理系統是相連的 這意味著 系統中如果沒有尿素 發動機是不能動的 如果不將尿素加入尾氣系統 發動機也會受到損害 澳洲媒體說 整個供應鏈將會面臨崩潰 所有新型號的貨車 都要添加這種 尿素作為添加劑 最近五年的重型貨車每兩天都是 強制要使用的 如果尿素斷工的話 車禮不到五年的貨車 將會動不了 有些地方 就說下個月就用完 有些地方就說下星期就用完 不知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 適合在Hornsby的一家 C字頭超市 即是我們第二大超市 亦都說 他很老實的 就說 由於貨車沒有尿素 所以供應出現問題 這間超市的部分商品 學習人選舉時是高級 嗯 高級 實際上很多地方是空空如也的 那 不知為何這個澳大利亞 戰略政策研究所又出來指指點 這些你又懂得生產 你只懂得生產假學術論文 或者假報告 他們的 主管 Michael Sobridge 就說中國出口限制將家劇 全球 供貨膨脹 其實是好事來間接推動其他國家發展自己供應鏈 現在是越短期 你不要經常說這些廢話 水浸銀眉 這些民謀 我都要借用以前舊台社說的民謀 丁尼勞塵 真是 這些 總是有道理的 這些人拿筆 研究院 什麼筆神 什麼筆神 那些都好 真是撐住你 你說這些人都知道了 現在是一個月就用完了 下個星期就用完了 你支筆寫到什麼 寫出來嗎 這些人真是白癡 說話都生氣 推動什麼發展 現在在面前了 你多久才能發展自己生產 大佬 你還要想一下 現在全球供應鏈已經很慘了 有貨運到 已經不錯了 有些大貨車可以運到已經不錯了 真是 白癡的說這些 等於還要很開心 這樣就可以擺脫中國 現在不要說這些廢話了 你還要先以色形態行 弱智的 你先解決了眼前的問題 沒錯 沒錯 其實全球因為 能源價格上漲 疫情也封鎖 令零售採購 是大幅反彈的 因為盛達節就到了 但是 目前 已經有 大量的集裝商 排隊等待 進入 港口 這些船 很多還在美國和中國的 集裝商港口的外海等著飄 現在歐洲和美國 大貨車司機是很缺的 現在就算有司機的車都駕不動 不要說廢話 是不是 一旦 集裝商抵達陸地 沒有了這些貨車 那就更加難了 難道你找幾十輛車載嗎 有些輛車載不了 不符合成本效益 Van仔的柴油 Van仔有很多舊力的柴油 有債得少 沒意思 就是了 唉 現在集裝商價格已經夠高了 加上 又不夠司機 連有車都不能駕駛 真是麻煩了 我們看到 先說回供應鏈 這個 標普全球普視 能源資訊 全球集裝商市場 的負責人就說 現在一個40英尺的集裝商從亞洲運到歐洲的成本 已經1.75萬美金 已經是一年前的10倍 司機又難請 如果這些柴油車還開不動的話 真是很麻煩 很麻煩 當然 有些人就說火車 火車只可以去到某個地方 你送不到貨倉 撐不了給客戶 對呀 難道你每個店舖後面有火車站 真是無路 所以現在 很多大型企業都是自己 獨立租船 有些是獨立用租飛機 有些 當然有些大 的地方 大公司 自己都有火車隊 但是現在你的火車隊都沒用 沒用 現在沒有尿素 就像剛才我們說過C字頭和W字頭 他們這些巨型超級企業 即是澳洲的超級企業 這些叫做超市 超商 他們是大把車的 他們這麼有錢 有自己的貨車隊 但你沒有尿素 這些車都行不了 你說什麼 對呀 所以看到 也是很麻煩 也是很麻煩 當然 澳洲 這件事 真是打中了澳洲的 上下五吋 上下五吋是打中了的 亦有汪友問我 因為之前有一節節目也說過 32個國家 是正式取消對華的 普惠制 為何澳洲依然是保留呢 先說哪32個國家 就是 歐盟成員國 英國、加拿大、土耳其、烏克蘭 列支敦士登 記住,列支敦士登 這些是常識來的 不是列支 敦貓登 不是列支 列支 敦登士 他叫做 你又登屎 登屎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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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出口道這些國家的商品 不再享有普惠制 但是有三個國家依然是給中國普惠制的待遇 就是挪威 新西蘭 和澳洲 其中 有人就說 澳洲和中國的關係很緊張 為何 澳洲全體 對 其實 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澳洲 是很依賴中國的 你要記住 有些東西是相互相成的 好像 你給了普惠制 好像中國有好處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樣 進入澳洲的產品都快了 而且 不用將關稅轉嫁給消費者 亦證明了某些國家對於澳洲外貌高度依賴 提供了助整 這些國家包括澳洲 其實 中國已經從普惠制我們說的 是叫畢業 中國海關也說畢業 並不影響 中國外貌在全球的重要地位 三個僅僅對中國保留普惠制的國家當中 其實澳洲就和中國關係最差 這是現實 近年來澳洲的政府當然現在是右翼政府 他們執政聯盟 導致中澳貿易不斷惡化 從去年起 澳洲還在WTO 就是世貿組織 的框架內 多次 告預狀 告預狀 澳洲 對中國 發起了多喜的訴訟 澳洲還跟隨著 美國的腳步 宣稱 中國對 澳洲的舒華產品 的精髓 是經濟脅迫 刻意製造兩個國家的糾紛 但是 這個 連胡總也說 事實是什麼 澳洲在過去18個月 令到 中國 受損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澳洲自己多個行業就受損 而且是被盟友搶了生意 更加諷刺就是 美國加拿大新西蘭 對華的出口大大增加了 迅速彌補了 難怪如此支持澳洲 沒錯 我支持澳洲 沒錯 支持你抗中 沒錯 澳洲不取消對華的普惠制 亦證明了 澳洲是 高度依賴 高度依賴 都看清現實的 對華的外貌 沒錯 你給我優惠優惠的時候 你取得我們的商品 都是容易一些 互為互理 一於就 沒有那麼多東西 是的 當然 我也希望澳洲的 少數問題可以解決 否則現在的東西很貴 貴也不要緊 是沒有 貨價這麼多空 最怕是沒有 貴的話 要捱捱一下 也是辛苦 賺錢這麼難 最怕是 你想貴 但是 也賣不到 零 零 廖素當然 全世界都需要 我們之前也說過 另一個 很蘇生 的國家 就是印度 為甚麼 因為 印度也是很需要 尿素 用來做甚麼 印度 農業是相當倚重的 拖拉基發動 拖拉基發動 如果沒有了尿素 又是不行的 之前 都說 糟糕了 想不到 原來傷得最慘的 就是南漢 是我們 我又想不到 印度又生產不到尿素 所以你們經常說 抗中 可能會弄到自己一副都是 莫迪給你一個機會 超過中國 你就生產尿素 給全世界 對 是吧 生產好一點 大哥 沒有弄到烏里丹刀 成份 那樣東西 不知道想不到 那些尿素 就是叫他十四億人全磨毒料 可能叫 一些牛牛 他們流行的 牛熱啤 牛熱啤 哈哈哈哈 牛熱啤 牛熱啤 我知道為什麼牠們生產不了 可能拿去喝 說笑而已 其實不關事 尿素是不關這些事 不是動物的品牌 再說一次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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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 不是那些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真誠心希望 澳洲的尿素問題 也是那句 拿出一些誠意 跟中國談 大家有好處 互惠互利是最好的 你這樣撐到行 脫歐 蕭若元說脫歐 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跟中國脫歐的 你說 十年八年後我不知道 但是短期內 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是偽命題 好 多謝各位 下次再為大家 討論其他問題 再見 再見